与茫茫人海中相聚,就是彼此的缘分,若能相知相惜,那就要更加珍惜,人生就像一场旅途,会遇见很多人,会看见很多景,有数不清的话笑,也有数不清的泪水。 有些人,说好一直陪你走,走着走着就没了踪影,有些人,看着不太可靠,却一直在你身边陪伴,一个人对你的好,不是嘴上说的,而是看他做的,用眼看人,可能会走眼,用心感受才知谁真谁假,人心都是相对的,感情都是相互的。 你若真心对我,我会加倍奋怀,你若不在乎我,我也不会在意你。 累了,谁会心疼,哭了,谁来安慰,委屈,谁能倾听,苦中,谁又能懂,感情最怕一腔热血换来毫不在乎,相处最怕满怀期待换来可有可无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谁有义务,要对谁好,要对谁好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好都给别人,你的好要留给真正心疼你的人。 你要知道,感情不是委屈自己去迎合任何人,感情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经营,爱你的人不会让你难过,因为他舍不大,不爱你的人不值得你伤心,因为他没资格。 别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,敢坚持的要坚持,该放手的要放手,该忘记的要忘记,有时,不是你不够好,不是你不够真,而是你没有遇到心疼你的人,相遇不易,相守更难,真心可贵,真心难得。 人生中若是能有一个心疼你的人,那是你一生最大的幸运。 心疼你的人,你要懂得珍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